我现在在搭全台最大的摩天轮 这边的摩天轮的话 它的门口的宽度是比较宽的 所以呢轮椅可以整台上来 那第二个是说 他们的工作人员会给我们活动式的行动 那今天上来这里 我觉得这边一来不一非常的漂亮 心情很好 方便伸张者行动的设施 让心培实现搭成摩天轮的梦想 玩累了想住宿 还有专位请动不变者设计的旅馆房间 相当贴心 我会觉得比较不用担心 所谓要找那个就是厕所的问题啊 然后那个动线的问题啊 然后做很多功课 我就来了就玩这样子 然后洗澡什么 也比较不需要这么多人帮助我 就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 因为整个都是平坦的 然后高度也都是低的 心培是透过众社会企业的友善旅馆平台 找到专为行动不变者提供便利设备的旅馆 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再感到害怕 众社会企业呢 是一个专注以无障碍资讯传播 为核心的社会企业 举凡各位看到的友善的餐厅 友善的住宿 友善的旅游 友善的交通 我们希望运用资讯科技的力量 把这样子的资讯 能够传播给每一个家里有行动不方便人的家庭 然后让大家因为这些资讯的方便 而更愿意走出来 而新展银行协助社会创业家首创 新展社会企业专属账户 也为社会企业提供优惠金融服务与专业资讯 众社企并参与了新展银行所举办的 亚洲社会企业挑战赛 在竞赛过程中与多国社企一同交流 与国际接轨 我们就透过了新展的亚洲社会企业挑战赛 跟新加坡 马来西亚 还有港澳地区的这些社会企业 对了 还有泰国 那也是一个观光圣地 我们彼此之间紧密的连结 更重要的是 我们也希望有一天 能够跟国外的业者连结 让台湾行动不方便的朋友跟老人家 也可以更轻松自在的出国旅游 出国享受人生 新展银行透过社会力量 陪伴与协助更多台湾社器 让你我看见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创造一个友善的社会 记者联会社庭庭采访报道